之前記得把那個密碼加上去 加上去之後呢 當然你如果將來有按鈕 其實你即便加了密碼上去的話 其實這些按鈕都可以執行 不會因為你加了密碼不能執行 還是可以執行 只是說呢 他可能會很好奇 想知道你這怎麼寫的 他是進不去的 只是看不到而已 按鈕還是可以執行 OK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我說你今天 這個按鈕可以這樣執行 那你想說制定函數呢 這個制定函數當然在這邊一樣可以 可以被執行 執行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如果我說今天 很多同學問類似的問題說 老師那這個檔案可以啊 我如果希望說 我有些函數 這是制定函數呢 我希望在每一個意思有檔案打開的時候 我不用做任何事情 他就可以自動在我這邊出現了 就是在使用者定義啊 我可以啊 任何只要我開啟任何 也是有檔案 那這個制定函數呢 就會自動出現了 意思是說我寫好之後 反正只要開起來 我任何就不用再去加了 不然的話 如果說呢 你沒有去做這個動作 你如果下一次要用到的話 你變成每次都要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然後再把程式貼上去 對不對 貼程式也OK啦 只是說還是很麻煩啦 那你自己可以啦 可是有學過VBA的人 當然知道貼哪裡 可是沒有學過的 你即便程式給他 他就黃 他也不知道貼哪裡啊 對不對啊 他也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呢 如果我說今天 你希望你自己 隨時開任何檔案 都會有那些制定函數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你要給別人 別人也可以 不需要藉由什麼貼程式呢 也可以自動的 有這些功能的話 那要怎麼做 OK 所以第一個 這個地方可能要講到有關爭議集 爭議集應該各位有聽過 E-Sale裡面有爭議集 那指揮的爭議集就是說 他只要一開啟E-Sale 就會把那個爭議集給呼叫起來 也就是順便會把那個 我們這個要加進去的那些功能 把它加進來 有點像外掛 那什麼是會外掛 當那個E-Sale打開的時候 他就幫你掛進來了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如果要自己 或者給別人也是一樣 第一個你要什麼 先在你的Viso Basic裡面加一個密碼 為什麼 因為你接下來的動作 你需要把這個檔案給別人 但是你要跟他講說 我要教你怎麼做 把我的這些制定函數 在你的電腦裡面隨時也可以看到 那就變成說你要教他怎麼樣把你的這個檔案 安裝到他的電腦變成一個爭議集 這樣子的話 你之前寫的 比如說我們剛剛寫了兩個制定函數 我們這邊有DEMO 一個是成績函數 一個是成績函數 多重兩個 那如果你希望別人電腦隨時開起來都有這兩個 還有你自己的檔案隨時開起來也都有這兩個 等於又如影隨行 OK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呢 當然假設我先把它關閉起來 那這個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你需要先把那個檔案怎麼樣 先給這個檔案 你就先給對方 或者是說你自己DEMO一下給他看 你說如果我這個檔案給你了 那這個時候假設情境是 那個人電腦裡面的那個檔案 那你跟他講說 第一步請你把這個檔案打開 我已經給你這個了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把它存成爭議集 那怎麼存爭議集 打開之後呢 不過我們這電腦其實開檔有點慢 其實如果你們要開檔快一點的話 除了第一個記憶體要多一點之外 我是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那個所謂的固態硬碟 我們現在傳統的硬碟都是那個馬達 那邊轉轉轉 7200轉 有沒有 那現在有一種所謂的不是馬達式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像記憶卡那種 那種方式 那跑起來速度 有時候甚至快10倍 啪一下就開起來了 我們這邊好像沒有裝 我們看到傳統硬碟 好那第一步呢 請 假設對方你剛才講 第一個請你先做什麼 開啟這個檔 另存新檔 瀏覽一下 存在哪裡呢 不用管呢 你就找那個什麼 真意集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OK 請他 你幫我把這個檔 如果說你以後 我寫的那個自訂函數 你的電腦每一次開起來都會出現的話 那你就先把它另存成真意集 OK 所以真意集的話 其實把它選起來 選這個 可以不要選錯了 真意集 它有97跟2 不要選舊的 選新的這個 好 這個時候其實它上面的路徑 它會幫你直接裝在 C疊底下那個微軟的 addins addins 就是真意集的那個英文名稱 裡面 那它什麼時候開 反正以後一打開 自動開起來 儲存 好第一步就存好了 第二步的話呢 請他跟他講說 你雖然已經裝好了真意集 但是呢 你還要再把它打開 啟動起來 否則他不會執行 第二步呢 怎麼執行呢 上面的機關 其他命令 找到什麼呢 真意集 剛好跟開啟那個開發人員 顛倒的位置 真意集 真意集裡面呢 你把它點擊下去之後 這邊有個執行 有沒有 因為你要執行嘛 點下去 我們這個 名稱叫邏輯函數 有沒有 打勾 按個確定 這個就啟動 所以你 你跟對方講說 一 另存成真意集 二 把它打開 啟動起來 如果你沒啟動 也是不能亂 好了 做好了 請你關起來 那我們來test一下 那怎麼test 也許我就隨便開一個eser檔 假如說我開一個新的那個 eser檔 那裡面的話呢 有沒有 那個 我們現在用到2016了 ok 好 感覺跟2013好像沒什麼感覺 沒講 我還不知道是2016 好 那這邊的話我開一個空白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test一下 插入函數 我剛剛沒有加模組嘛 對不對 理論上應該沒有使用者定義嘛 可是現在有沒有呢 點下去看一下 欸 欸 居然有欸 使用者定義有沒有 再給他點下去 欸 居然有這兩個東西欸 剛剛什麼事都沒做啊 ok 那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寫了很多自立函數啦 那你要分享給全部門 全公司 因為這些這些函數 可能我們這個部門啊 我們的公司 全部的人都會用到 那你乾脆怎麼樣 就把它整合啊 用爭議集裝起來就好了嘛 裝很簡單吧 應該這個多亂個兩個 記得第一個 另存成爭議集 第二個 把它啟動起來 每一台電腦都可以亂 讓它可以完全不需要什麼 知道到底這個 程式怎麼撰寫 它的電腦裡面也會有這東西了 OK 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請各位試一下喔 就是第一步啦 當然要保護啊 第二步請各位把這個 爭議集部分安裝 安裝的流程喔 先保護嘛 使用就是給其他人 記得要另存喔 Excel的爭議集 儲存一下 再啟用 啟用的方法就是這邊 執行一下 打勾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喔 這個地方喔 就是 如果你希望給別人 的電腦 也會有這些 這些的喔 啊 沒有保護也可以啊 只是說別人會去偷看啊 對不對 他會看你的程式怎麼寫啊 像我的話我看到有爭議集 我一定會先開起來看一下有沒有保護 好如果沒有保護 那我就 先參考一下 好 好 了